欢迎来到CryptoTrix 在视频开始之前 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面的讯息 不错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 We're going to make it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 Michael在我们的第二课 已经详细介绍了以太坊的白皮书 还没有观看的朋友 请一步看我们的第二课 总共分为上下两集 相信看完前两期视频 会对理解这一期的视频 会有所帮助 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 什么是通证以及其多样性 还有两个通证标准 分别是ERC20 还有ERC721 以及其爆发性的应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通证 Token以及其多样性 前几期我们提到过Token 也就是通证 不熟悉区块链的朋友 可能不清楚 这个Token指的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里的Token可以定义为 区块链上可以流通的加密数字 权益证明 如果还是很不好理解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成代币 下面通过我关于Token通证的三大要素的介绍 希望能给大家留下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 首先第一大要素就是数字权益证明 顾名思义必须是以数字形式存在权益凭证 它代表的是一种权利和一种固有的内在价值 第二大要素就是加密 具有真实性防篡改性和保护隐私的能力 这都是由密码学来保证的 也就是我们第三课介绍的加密算法来保证的 如果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可以一步去看我们的第三课 第三大要素就是可流通 可在网络内流动 随时随地的可验证 钱在一定程度上可交易和兑换 可以说符合上面三个要素的都可以称为通证 它的多样性体现在 不仅仅我们谈论到的比特币 还有以太币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 其实像身份证明 积分 卡券 还有股票等等 只要满足了上述三个要素 通通可以称之为通证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ERC通证标准 还有基于这个通证标准所爆发出来的应用 ERC要是通证标准 是在以太坊平台上通过智能合约制定的一个通证标准 翻译成大百话就是 ERC20是Token的一种标准接口 通常我们把这种通证标准发出来的Token 才叫做代币 这个通证标准是 允许在这种合约中部署Token的标准API 这个标准提供了转移Token的基本功能 并允许Token被批准 以便链上的其他第三方可以使用它们 这样就可以让以太坊网络上的任何其他程序再利用 比如我们谈过的钱包以及去中心化交易所 ERC20标准的诞生直接促进了ICO的爆发 ICO就是Initial Coin Offering 就是项目方以初始产生或者首批公开发行的通证 作为回报的一种筹集资金的方式 典型的ICO的流程一般分为四步 第一步就是 首先核心团队通过专业的会议 还有各种渠道发布ICO的消息 第二步 核心团队发布ICO的规则 包括时间安排和融资额的安排 一般都会介绍一个最低的融资额 如果最低的融资额达不到 即宣告ICO失败 所有的投资都会被退回 有的项目也会设一个封顶的融资额 达到这个融资额 ICO就会提前结束 第三步 当ICO开启后 项目方一般只会接受ETH 因为智能合约的原因 可以让ICO过程实现零人工 还有零差错 等到ICO结束后 代币就会开始上交易所 开始交易 那么为什么说 ERC20通证标准的制定 会有助于ICO的一个爆发呢 因为ERC20通证的爆发 有助于真正的对抗审查 而且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投融资 另外还有极低的融资成本 以及极高的融资效率 最后 还有我们刚刚介绍的零人工 也就意味着没有Human Error 大大提高的效率 最后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什么是ERC721 非同质通证标准 还有其爆发的应用 ERC721是一个自由的开放标准 描述了如何在以太坊区块链上 构建不可互换或独特的通证 刚刚我们介绍ERC20标准 对于具有货币属性的通证来说 ERC20标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对于具有唯一性的物品来说 ERC20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了 比如一个很出名的艺术品 真实作品和复制品的价值是不可能一样的 ERC721就是专门设计为了这一类收藏品的 每个ERC721通证都是唯一的 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类比 ERC20通证是可以相互置换的 但是ERC721是不能置换的 而且不能分割 最小的单位就是一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ERC721的一个接口的代码详细解释 在ERC721里面有三个Event 分别是Transfer Approve 还有Approve for All 第一个Transfer就是 当任何NFT的所有权更改时 不管是哪种方式 它就会触发此事件 包括在创建和销毁我们的NFT时 当然合约创建时除外 第二个Approval 就是当更改或者确认 NFT的授权地址时触发 零地址表示没有授权的地址 发生Transfer事件时 同样表示该NFT的授权地址 被重置为无 第三个Event就是我们的Approve for All 这个Event的意思就是 所有者启用或禁用操作员时触发 操作员可管理所有者所有的NFT 所以相当于所有者 当启用或禁用的时候 所有者拥有的权限是最高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ERC721 这个接口里面的一些function 第一个function就是balanceoff 这个function是统计所有的NFT数量 它不能分配给零地址 查询零地址是同样会异常 这个函数的parameter就是一个owner 它的意思就是代查地址 它的返回值就是返回数量 也许是零 第二个函数owneroff 它就是返回所有者 这个函数的参数是tokenID 也就是NFT的ID 然后它返回值是返回所有者的一个地址 第三个函数就是safe transfer from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将NFT的所有权 从一个地址转移到另一个地址 它里面的参数分别有from,to,tokenID,还有data from就是当前的所有者 to就是新的所有者 tokenID就是要转移的tokenID 还有那个parameterdata就是额外附加的参数 它是传递给接收者的 另外还有functiontransferfrom 它是转移所有权 调用者的负责确认to是否有能力接受这个NFT 否则这个NFT将会永久丢失 如果from不是所有者 to是零地址 通过id不是有效的id 它均会抛出异常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叫approval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更改或确认NFT的授权地址 零地址表示没有授权的地址 它的参数分别有approved 还有tokenID approved就是新授权的控制者 另外一个就是tokenID 还有setapprovedforall 它的意思就是启用或进入第三方管理所有资产 当触发approvedforall事件时 合约必须允许每个所有者可以有多个操作员 它的参数分别是operator和approved to要添加到授权操作员列子中的地址 operator就是要添加到授权操作员列表中的地址 to表示授权 false表示撤销 这个getapproved 它是获取单根FT的一个授权地址 如果tokenID无效 它就抛出异常 它的参数就是一个tokenID 然后它的返回值是一个授权地址 零地址表示没有 最后一个函数就是 isapprovedforall 这个函数是查询一个地址是否 是另一个地址的授权操作员 然后它的参数是owner所有者 还有一个参数operator 它是代表所有者的一个授权操作员 我们可以看到ERC720通证标准的最后 也就是它的接口ERC165 核心规范的最后一块表示 每一个ERC721的智能合约 必须同时符合ERC721和ERC165 ERC165是智能合约定义 自己支持哪些接口的一种方式 除了这个接口之外 ERC721还提供了以下三个拓展接口 第一个就是钱包接口 因为NFT具有可交易的特性 所以会涉及到转账等操作 所以必须实现以下钱包接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代码 这个接口就是ERC721的tokenreceiver 这个接口的目的就是处理接收NFT 然后ERC720智能合约在transfer完成之后 在接收这个地址上会调用这个函数 函数可以通过revert拒绝接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函数总共有四个参数 分别是operator 它会调用safetransform的一个函数地址 然后还有from 这个是指之前的NFT的一个拥有者的地址 还有一个就是tokenID 这个tokenID是指的NFT的tokenID 最后话也data 是一个附加信息 第二个接口就是我们说的元宇宙接口 ERC271引入了一个metadata的概念 以供每个NFT描述自身的一个属性 供智能合约查询 对于NFT合约 这是一个可选的接口 元宇宙包含一个名称和符号 此外可以为其定义tokenURI 每个NFT都有自己独特的URI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接口的一个代码 首先第一个function就是NFT集合的一个名字 然后第二个就是NFT一个缩写代号 然后第三个function tokenURI 它指的是一个给定资产的唯一的统一资源标识符 这里的ERC721其实是一个指向 一个叫Json Scheme的一个Json文件 这个Json文件一般长这样 因为在这个时期的NFT呢 仅仅只是面向的艺术品 所以文件里面只是指定了Name Description还有Image三个属性 后面当我们接触到游戏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只有这三个属性将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将在我们下一期的EIP11155协议里面会说到 这里面我想突出一点来提 当我看到这边的时候产生了一个疑问 这个tokenURI指向一个Json文件 现有的绝大部分NFT产品 是通过将其图片或者视频的URL 记录到一个Json文件中 但这些URL地址存的图片或者视频 大部分还是保存在一个私有的服务器上 这种还是有问题的 这种本质上还是一个基于Web2的应用 所以觉得现在很多的产品 还是打着Web3和元宇宙的口号 其实是在干着Web2时期的事情 这边给我们当时做过的一个视频打个广告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 如何制作Web3网页的一个视频 里面讲到了如何去实现分布式的存储 从而真正的实现去中心化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一下 最后一个就是美举接口 美举接口包含了按锁引获取相应的NFT 还可以提供完整的一个NFT列表 方便NFT被快速的发现 这个美举接口主要是给那个EFT计数的 然后返回合约有效跟踪的NFT的数量 而且还会美举索引NFT 如果它这个index和我们索引的index 大于了它总共的供应量 则抛出异常 它的参数就是index 就是我们输入的一个index数值 然后它返回的就是一个token的ID 同时我们不光可以用ID来检索 我们还可以索引某个所有者的所有的NFT 如果我们输入的index是大于所拥有的数量 或者是这个owner它没有拥有NFT 所以我们抛出异常 这个函数的参数就是查询的所有者的地址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参数就是它的index 最后我们return的也是一个tokenID 所以一个通证标准其实并不简单 还是涉及到很多知识和内容的 ERC721通证标准的第一个应用是CryptoKitties 中文名叫名列猫 又被币圈里面称为加密猫 CryptoKitties它是中的每一个猫都对应一个ERC的721通证 每一只猫都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毛色 不同的眼睛 嘴巴和鼻子 等等等等 而不同的遗传特征组合决定了这只猫的价格高低 你用一只普通的猫来换我名贵的猫 我当然不会给你 所以ERC721的通证就是典型的不可替换的通证 每一个通证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 这样每一个都具有独特性和稀缺性 所以ERC721最大的应用属性被认为是收藏 ERC721在收藏品市场的应用 就是每个ERC721对应罕见的独一无二的收藏品 ERC721非统治通证标准定稿于18年的3月13号 它从测试版中移出 并转化为社区正式版V1规范 很快就得到了来自整个加密货币生态的一个大量项目的支持和认可 其中包括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CryptoKitties 它就是在推出之后引发了市场那个火热的追捧 在此之后呢基于ERC721非统治标准的代表性的区块链 项目有CryptoPunks Decentraline 还有各种名人推出的NFT 都是基于ERC721的一个非统治通证标准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介绍到这儿 下一期视频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EIP1155为区块链游戏而诞生的 还会介绍EIP3712 EIP2938 以及ERC792 欢迎大家的点赞收藏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